我其實今天要討論運人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遊民怎麼會增加那麼快 增加那麼多 去年十萬七人 今年怎麼三萬幾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遊民今天這樣醉醺醺醺 你沒看就這麼好嗎 那時候那些問題有改觀嗎 是什麼心態你把它當作這樣 這是今天蘋果日報訪問一位街友 就是遊民 他五十三歲 沒房子 他幫他流浪 他說從發佈開始 每天早上三遍 就有人用強力的水煮和噴水 洗地板 他們都沒辦法睡 他曾經上班 他說他後來有一個經理 電子廠上班 後來工廠說要去大陸 他被裁員 從此他就工作就很困難 後來他就去做什麼你知道嗎 做那一天 你就說吃飯那個 對 一天 七十五啦 七十五 他說怎麼有可能做出 也是要當遊民嘛 那是改觀吃飯的問題 對 他說其實越來越多人沒頭路 不敢回家 或者也沒錢了 坐車回家 就來這裡住 流浪的人越來越年輕 我們這裡有二十幾歲的 這裡好多可憐人 像阿寶跟我同年 過去做車床工 從來想過 從沒想過 有一天工廠去大陸 他會因為 因為失業而變成遊民 這樣 他說 他們不是 懶惰不賺錢 是希望有工作好做 有商業處好做 不然他也沒辦法這樣 我現在 跟這個遊民說 他說 他說兩個人 兩個人都怎麼樣 因為公司去中國 對 台灣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 就是 手摔在中國 這些人 現在都找不到頭路 所以 遊民越來越多 手摔在中國 那個老闆 有越來越好抓嗎 當然也有 越來越好抓 可以坐飛機 私人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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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日報的社論 是說 該被沖走的是 應小威 心態上 遊民已經成為 納稅心目中的 猶太人 是萬惡的菸手 這種 籠統的看法 忽視了 遊民現象的 深層社會原因 我們是不是 比較能幹 公園處這邊建的公 很簡單 用了一個方法 效果不錯 就是隨時在那邊噴水 你們想都沒有想過 他敢遊民的工作 怎麼會變成公園 公園管理處 你知道你的工作 現在多神聖 你把遊民弄好 我告訴你 全萬華的人 到時候你到萬華來 每人都說 叫你成英雄 你要跟你們舉手講 誰往遊民身上 打去撥獎金 好不好 真的 因為這些遊民 真的是太糟糕了 沒聽錯 這句破冷水 到遊民身上的話 確實出自 是議員易小微之口 挑戰 有 有